第十二章 无母数统计 十二点一 单一样本的检定 好 我们从第一章 日子讲到现在 前面的部分 估计 假设 检定 无所用的 叫做有母数检定 为什么叫有母数检定 因为它有一个母数 你记得 你做估计 你做假设检定 它都有一个母体的参数 它有一个母数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有母数检定 那无母数检定 顾名思义 就是说它没有母数 就是它没有一个母体参数 因为它的母体分配 它不是一个 或者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母体分配 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的母体 所以也不知道它的母数 那不知道它的母数 我们就不能用前面教的 假设 检定 估计 因为它需要一个母数 来做这些检定 做这些估计 那你没有母数 你没有办法检定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处理这些资料 没有母数 你不能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 不用母数 也可以来做检定 也可以做估计 好 那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把它叫做 无母数统计 那无母数统计 我们就要给它下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个母体分配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或者说 样本很小的情况 它的一个统计的推论方法 我们就把它叫做 无母数统计 就是它不用母体参数 来作为推论对象的统计 我们就把它叫做 无母数统计 好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讲了一些方法 有母数方法 它呢 这些资料 都是用它来计算 它的样本平均数 样本变异数 样本的标准差 好 计算这些资料 然后呢 我们就用它来进行 这母体参数 来进行估计 进行检定 为什么它可以计算 样本平均数 可以计算 变异数 可以计算 标准差 因为这个资料 它是区间尺度的 或者比率尺度的 我们一开始 第一章讲的 衡量尺度 区间尺度 或者比率尺度 就是说 它是一个量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前面讲的 有母数的方法 我们来计算 样本平均数 变异数 标准差 计算 这些统计量 好 计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用它 来进行 这母体 有母数统计 所以要进行 母体参数 进行母数 它的一个估计检定 这量的资料 可是呢 你第一章 你也发现到 资料 不是只有量的资料 它也有值的资料 那值的资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来计算 它的统计量 你不能计算 那就没有办法 用前面讲的 这些 所谓有母数统计 它的方法 来估计 检定 那这些资料呢 我们不能算平均数 变异数 算出来 就算出来 它也没有意义 那我们 除了这些资料 我们也要做估计 也要做检定 那我们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 五母数统计 这五母数统计 我们可以用来处理 值的资料 就是说 明目尺度 还有顺序尺度 这些资料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 这个五母数统计 它呢 就特别是要 用在这个 值的资料 来做这个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值的资料 就我们前面讲的 如果用衡量尺度来讲 就 类别尺度 还有顺序尺度 这样一个资料 值的资料 这样的资料呢 它的分配 如果它有一个分配的话 它通常 它不是一个常态分配 我们前面 做假式检定的时候 你也发现到 它会有一个 你把它代换成 常态分配 然后你去做检定 因为你发现所有的统计量 都是你把它换成 标准常态分配 这样一个形式 那值的资料 它没有办法这样做 它不是一个常态分配 所以说 我们就不能用 有母数方法 我们要用 这边要讲的 无母数方法 来分析 这种值的资料 这种 它没有办法 来计算 这统计量 平均数 变运数 还有其他的 标准差 类似这种资料 就算出来 它也没有用 好 那无母数统计 我们就知道 它专门用来分析 这值的资料 或者说 类别尺度 顺序尺度 这样子的资料 好 再来 因为这个 无母数统计 它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母体 它根本没有母数 所以我们就不必对 它根本没有母体参数 或者说 我们不知道 它的母体分配 是什么东西 所以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不必对 母体分配 来做假设 因为 它根本没有母数 没有母体参数 所以也不用对 这个母数 来做假设 那再来 我们刚刚讲 无母数统计 它比较适用于 小样本 为什么 我们前面讲 有母数统计的时候 我们用到一个定理 叫中央极限定理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中央极限定理 好 它讲说 这个n 它必须要大样本 这个时候 我们用中央极限定理 就是样本很大的时候 我们用它的趋劲 然后我们做这个检定 有母数的检定 这样子 样本大 有母数检定 这样它的效用 会比较高 那前面讲 回约分析的时候 你也发现 如果说 它发生了错误 那我们增加样本数 它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 有母数统计 它通常 用在大样本 这样子比较适合 进行这个统计方法 那无母数统计呢 它可以用来 小样本 因为它没有这个顾虑 就在小样本 它可以来进行 这个统计推论 可以进行得很好 但是检定 做这个有母数检定的话 那在这个 如果说 母体分配未知 就sigma平方 未知的话 那这个时候 如果样本太小 那可能就会出问题 接下来 因为这个 无母数统计方法 我们刚刚讲 它的母体分配 我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这个 无母数统计 我们也可以把它用来检定 这个分配 它算是符合 一个特定的几率分配 因为根本不知道 所以这个 也是一个 无母数分配 它一个方法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无母数统计 和有母数统计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比较 好 我们发现 这无母数统计 它是不必对 这个母体的分配 来做假定的 为什么不必 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 这母体分配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无母数统计方法 我们就不需要 假设这个 母体的分配 但有母数统计 我们以前学的 这些有母数统计方法 我们就必须要对这个 母体分配 来做一个假设 什么假设呢 比如说 我们前面 用的一些 sigma平方 位置的时候 那我们检定 平均数的时候 我们要用t分配 那用t分配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假设 这假设 这母体 它是一个常态分配 就是说 我们要对母体 来做一个假设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 还有检定 它的变异数 那变异数的话 我们是用卡方分配 那一样 我们也是假设 这母体的一个常态分配 但是如果我们不确定 这个母体 是不是常态分配 它是什么分配 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我们用这个理论 用这个t检定 或者用卡 或者用这个检定方法 那我们 最后做出来的结论 如果它 母体根本就不是常态分配 那可能做出来的结果 就有问题 那五母数 它不需要做 这样子的假设 所以 针对这些统计的问题 我们就比较适合 用五母数的统计方法 来做这个 假设检定 做这些推论 好 接下来 这五母数统计 在样本数的方面 如果是有母数的话 当然样本越大越好 但五母数的话 它可以适用于小样本 它 就算是小样本 它也可以处理得很好 而这五母数统计 它的一个特性 那当然呢 这五母数统计 它可以用来处理 这值的资料 就 类别资料 好 去资料 那有母数统计呢 它就可以用来处理 量的资料 它也只能处理 量的资料 因为它要算统计量 你如果值的资料 它算不出来 这个统计量 你说 如果一个 顺序尺度 它的一个资料 那你算它平均数 你算它 你排名次 你算它平均名次 这样有什么意义 你算等于白算 所以你这个资料 你就不可以用 有母数的方法 那你就要用 五母数的方法 来处理 这样子的资料 值的资料 好 我们讲 那如果说 这母体分配 它是已知的话 那我们用这个 我们要用 有母数统计方法 我们这个时候 就不用 五母数统计方法 那如果说 我们不知道 这母体分配 母体分配 未知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 五母数方法 我们就不用 有母数方法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前面讲过 讲假设检定 有母数 有母数统计的 假设检定的时候 我们讲过 检定力 那这个 母体分配 已知的时候 如果说 我们用 有母数统计方法 来做检定 那它的检定力 就会比 五母数统计 来得高 那反过来 如果说 我们不知道 这个母体分配 因为不知道 它可能 它的母体 它并不是一个 常态分配 因为我们用的 假设 都是要建立在 它一个 常态分配的 假设底下 那如果 它的母体 不是 这个 常态分配 那它的检定力 就会变得很差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 五母数统计 这样子 就比较好 好 所以你就发现到 五母数统计 它对于母体 没有什么假设 对于资料 它也没有什么限制 它可能用来处理 类别资料 可以用来处理 顺序资料 所以说 五母数统计 它可以试用的范围 会比较广 像 有母数统计 它一定 只能用来处理 量的资料 而且 它还要假设 它的母体 是一个常态分配 所以说 它的使用上 会受到限制 另外还有 样本数的问题 对有母数统计 样本数太小的话 可能也会 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 在五母数统计方法 它适用的范围 会比较广 我们现在 对这个五母数统计 来做一个 归纳 把它的特性 做一个归纳 整理 好 五母数统计 它的特性 它推论的对象 它是不限定 母体分配的 特征 不限定 任何母体分配 好 然后 这五母数统计 它推论的 它不是在推论母数 因为它五母数 它根本就没有母数 所以它也不用 推论母数 这五母数的特性 五母数统计 它的特性 那五母数统计呢 它可以用来处理 值的资料 就所谓 类别资料 还有 顺序资料 那顺序资料 类别资料 我们第一章讲过 它是什么东西 就要处理 顺序 排序 或者说 区分类别 这样的尺度 这样的资料 好 这个 五母数统计 比较适合来处理 那因为 刚刚讲到 减定力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 你已经确定 这母体分配 是唐太分配的话 我们最好用 这个 有母数统计 为什么 不是说 这五母数统计 你可以不用假设 它的分配 那就算 它是常态分配 你也可以用 因为 这五母数统计 它实际上 它推论 它减定力 是比较差的 那是因为 如果这 有母数统计 它母体分数 母体分配 万一不是 是常态分配的话 那它的减定力 会更差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 五母数统计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五母数统计 在你 因为它的样本数 很少 所以它签天上 它推论效率 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就 你如果一个 有母数统计 你却不知道 它的母体分配 根本就不是 常态分配的话 那总比 用这个 用这个 有母数统计方法 硬做 结果做得更差 减定力更差 反而用五母数 会比较好 这一项呢 其实 并不是 五母数统计 它最大的缺点 它主要的缺点是 这个五母数统计 它是没有办法处理 交互作用 这样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 有母数统计的时候 我们讲过 交互作用 这样子 但五母数统计 它根本完全 没有办法处理 这样的问题 这是个 五母数统计 它最大的一个缺陷 就是它不能处理 交叉作用 交互作用 这样的问题 这是它的最大缺点 好 那这个五母数统计 因为 它并不是 一个 我们通常用它 譬如说 我们要来做 顺序的资料 好 顺序尺度 这样一个 所以说 我们如果刚刚讲 譬如说一个名次 你算这个名次 平均数 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 我们通常就不算平均数 那我们算什么 我们算中位数 我们算中位数 来代替 这平均数 因为中位数 就是它的顺序关系 你算中位数 就表示 它在最中间的 这个顺序 那相对于平均数 它反而可能会造成误差 所以我们用中位数 或前面讲过 次分位差 这样子一个 位值的数 来代表 我们这个资料 它的离散程度 好 这五母数 红迹 它其实呢 它也可以用来解释 这个抽样分配 前面的基础理论 它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说 它推论方法 跟后面 前面 简定 假设 估计 这样一个推论统计学 有母数的方法 它不一样 但前面基础 它用还是一样的理论 它一样可以解释 抽样分配 只是说 后面 推论统计学的部分 有母数 无母数 就有比较大的差别 我们刚刚讲 这五母数统计 它的限制条件 几乎没有 它也不用针对母体分配 做一个假设 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 母体分配是什么东西 所以它的限制条件 很少 而且 它的计算过程 也比较简单 等一下我们介绍一些 无母数的方法 你看过你就知道 比起上一节 这样一章 那些回归 东西 被个乱七八糟 比起那个 计算过程 无母数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简单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 限制条件 它也很适合 越来越做这个 小样本的研究 那这些无母数统计 它不会因为 样本纳效 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做 一个客观的统计分析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无母数统计 它不限定 这个母体 它的分配 因为它不限定 母体的分配 所以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 自由分配的统计学 因为它不限定 母体分配 所以就自由的分配 分配自由 这我们叫做 自由分配的统计学 然后呢 它也 因为它用来处理 值的资料 那很多都是用来处理 顺序的资料 就排序 先后次序 比如说排名次 排大小 这样子 先后顺序 排列的统计资料 值的资料 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 顺序统计学 好 那 无母数统计 它的特性 那有母数统计呢 它有什么特性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 有母数统计 你应该可以观察到 它的一个特性 它就是用来推论 特定的母数 它叫做有母数统计 顾名思义 就需要推论 这特定的母数 比如说呢 前面我们讲假设简定的时候 它要简定 平均数 好 μ 估计 它的μ 估计 P 减定 P 好 它的比例 P 估计 变异数 Sigma平方 母体的变异数 减定 Sigma平方 母体的变异数 前面 回归的部分 那我们也讲过 套估计 那个 β 还有 LA 相关系数 这样子的一个 特定的母数 好 那这是 有母数统计 它的一个特性 那有母数统计 它要假定 这个母体 它是一个 常态的分配 才可以做结论 那如果说 母体 它不是一个常态分配的话 那可能 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 如果说 譬如说像之前 我们推论 μ 对μ 做一个减定数 我们要分成两种 一种是 Sigma平方已知 一种是 Sigma平方未知 为什么这样子 两种还不一样 因为这样 它就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说 它还有 除了母体是 常态分配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假设 好 这有母数统计 它另外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有母数统计 它比较适合 来处理量的资料 就所谓 比率尺度 还有区间尺度 这样的一个资料 量的资料 是有母数统计 比较适合 然后呢 因为它充分地使用 样本的资讯 所以一般来讲 它推论效率 是比较好的 只要你确定 这母体分配 是一个常态分配 那它减定力 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 针对刚刚 无母数统计 它的缺点 就不能处理 交互作用这个问题 那有母数统计 当然它可以用来处理 交互作用问题 这没有疑问 这一部分 有母数统计